两名美国士兵被困在沙漠,一动就会被狙杀的电影《生死之强》,故事开始于2007年末,这时伊拉克战争正要结束,重建工作正在进行中,六名来自美国的建筑工人被派到沙漠中铺设石油管道,结果被不明枪手狙杀。 他们在死前呼叫了护卫队,然而两名护卫队成员赶到后,同样也被狙杀了,随后美军基地派出了他们最拿手的狙击手,他们分别是南主以及马修,南主是观察员,马修则负责狙击,两人赶到后并没有轻举妄动,而是躲在草丛里侦察了起来,枪手很可能躲在一堵墙的后面。 然而,伊拉克战争过去了18个小时,那边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,马修认为枪手很可能早就走了,然而南主却认为情况不对劲,因为那里躺着的八具尸体,貌似只有一具不是被暴投,由此可以判断出,枪手很可能是在30秒内就狙杀了他们。 这家伙一定是个高手,又过去了一段时间,马修再也忍不住了,他认为那墙后面肯定没人,没有哪个枪手能顶着大热天隐藏这么长时间。 马修直接站了起来,并要过去拿无线电,好尽快完成这次任务,走过去一看,那堵墙后面果然没人,但马修却感觉到了不对劲,因为他看到其实八个人全部是被暴投,之前是他们没有看清,南主赶紧让他撤回来,然而却为时已晚。 枪手直接打中了马修的肚子,马修当场倒地不起,南主立刻收拾好装备冲了过来,过程中枪手朝他射了五枪,其中一枪打中了南主的腿部,他也倒在了地上,想救出马修,已经不可能了。 南主只能躲到了墙后面,由于膝盖被枪手打烂,泄流不止,他只好用绷带先勒紧了大腿,随后他又掏出了无线电,试图呼叫救援。 不幸的是,在刚刚的枪战中,枪手却也打中了无线电设备,这下完蛋了,南主将此时告诉了马修,马修则准备放手一搏,朝枪手开一枪,但南主却让马修不要轻举妄动,因为枪手能轻易干掉他。 随后南主掏起了石墙,准备架上望远镜观察枪手的位置,结果过程中,石墙坍塌,南主则不幸被挤伤了手指,疼得他叫了起来,幸好最终掏出了一个洞口,然而就在此时,马修却没了声音,貌似已经死了。 南主叫了好几声,马修完全没动紧,而他自己的大腿也还在流血,这么暴露着伤口也不是办法,南主只好忍痛咬着衣服,用刀子掏出了子弹,随后又用绷带缠住了伤口,极度劳累的他直接昏睡了过去,然而没过多久,对讲机里却传来了声音,南主非常的兴奋,立刻说明了情况,并呼叫了救援直升机,但对方却要南主站起来开一枪,以确定他的位置,南主感觉不对劲, 因为一站起来,枪手也会锁定他的位置,就在犹豫之际,对方却说了忠视这个词,由于东西方发音的差异,南主听说了这家伙,根本不是美国人,而对方眼看瞒不下去了,也直接承认自己就是那名枪手,南主非常的愤怒,枪手则想要跟南主开诚不公的聊聊天,他说自己是一名伊拉克的平民,南主根本不信,一个平民哪能这么厉害,说话之际, 南主趁机利用枪声,测算起了枪手的位置,目前来看,他躲藏的位置,应该就在集装箱小屋附近,此时南主也发现了,附近油桶的后面,有名死去的士兵,这家伙身边还有个无线电,南主赶紧爬向了石门,他本想用棍子将无线电拽过来,结果棍子却不够长,南主掏出水瓶想喝口水,但水瓶也被打烂了, 而枪手则告诉南主,水瓶是他故意打烂,南主不肯相信,还认为枪手不可能打这么准,而枪手则接着说出了南主坏掉的无线电,以及受伤了膝盖,很显然,这也是他故意打伤的,枪手还说,无论南主怎么止血,都不可能撑倒天黑,南主这才意识到自己碰到高手了, 这家伙就是此前杀了35名士兵的夫八,外号死亡天使,幸亏此时枪手露出了破绽,从对讲机中传来的琵琶声,南主听出了这家伙,一定躲在了小屋旁的垃圾堆里,紧接着,南主用枪柄顶着帽子伸出了墙外,想引诱枪手开枪,然而狡猾的枪手却根本不上当,帽子还不幸掉到了墙后面,南主非常的无奈,正好此时旁边刮起了沙尘暴,南主就以此为掩护, 冒险走到了油桶后,试图拿队员的无线电,但到达后,南主却惊悚地发现,这名死去的队员跟自己一样,也是被打伤了膝盖,南主此时也管不着那么多了,抄起他的背包以及无线电,就返回了石门,过程中枪手打中了门框,随后一枪直接将半堵墙打烂了,南主则挣扎着,跑到了另外一半墙的后面,他赶紧打开队员的背包,并狂喝了一些水,然而在查看无线电时却发现, 这个无线电也坏了,而且就在刚才,枪手还打烂了南主的望远镜,这家伙实在是太厉害了,就在南主一筹莫展之际,马修却醒了过来,并给南主发起了信号,南主非常的高兴,并将枪手躲在垃圾堆的事情都告诉了他,马修一点点的蠕动,在沙尘暴的掩护下,他终于拿到了狙击枪, 然而南主在跟马修对话时,却忘记了关闭对讲机,让枪手听见了动静,南主为了转移话题,立刻大声呼喊,并朝墙开起了枪,而与此同时,马修也架起狙击枪,朝垃圾堆开了四五枪,就在他换弹之时,枪手却打中了马修的肩膀,南主感觉大事不妙,赶紧让马修往这边爬,枪手却将马修一枪抱头,南主非常的懊悔, 并哭喊着说自己想要回家,但枪手却说你根本不想回家,并反问道既然战争结束了,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,南主想了半天,竟然无言以对,随后南主灵机一动,将两个坏掉的无线电进行了整合,他终于听到了基地的声音,但就在呼叫救援时,却发现自己没有说话的权限,而枪手则截取了南主的信号,开始与基地对话,他还替南主叫了直升机, 南主这才搞明白了一切,事情一定是这样,一开始,枪手杀死了六名建筑工,并伪装成建筑工,呼叫了护卫队,等护卫队赶到时,他又杀死了护卫队,然后伪装成护卫队,呼叫了南主和马修过来,现在,枪手又伪装成南主,要呼叫更多的人过来,南主无奈地昏睡了过去,傍晚时分,一只乌鸦吃起了南主的肉,并唤醒了他,与此同时,旁边也响起了直升机的轰鸣声, 南主感觉大事不妙,因为直升机一降落,枪手就会立刻发动袭击,他赶紧用绳子拴住木块,将马修的狙击枪拉了过来,毕竟南主也当过狙击手,在架好狙击枪后,南主将整个枪推倒,附近扬起了沙尘,枪手则朝南主开了两枪,幸亏没有打中,南主则趁机锁定了枪手的位置,并发射了仅有的一发子弹,枪手没了动静,而南主则站了起来,他终于释放了情绪,与此同时, 直升机也飞了过来,南主说,枪手隐藏在垃圾堆,但士兵根本没有听进去,他们用担架将南主抬上了直升机,然而直升机刚起飞,一发子弹就打了过来,并直接将一名士兵抱头,南主大声呼唤着,枪手在垃圾堆,但却为时已晚,枪手打动了驾驶员,直升机最终还是坠毁了下去,到了隔天,基地呼叫了直升机驾驶员,然而枪手却再次截取了直升机的信号, 很显然,新一轮的杀戮又要开始了